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在不久之后 318 塞亚人质就要来了 不过在那之前 任何的消息都还没有被流出来 目前只能知道 Dokkan Now 在3月16号的Dokkan Now 会把塞亚人质的消息全部给发布出来 所以这一次就打算来稍微猜一下 或者就是看看会有什么比较适合的卡 会出在这个318塞亚人质 在这之前就来告诉大家一些新的东西 其实有稍微看公告的话都会知道 Maintenance 关于Version 4.16.0的版本更新 将会在3月15号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做版本更新 不过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在它更新之前 请登陆把登陆商给拿掉会比较好 因为看过去国际版 最近刚更新了 做了版本更新 非常的惨 真的是很惨 到现在都还没修好 原本是在 这星期的五道大会都被延迟到事业过后才能够再举办 够严重 相当的严重 那么我们就希望日版这边的更新就不要出太大的事情 你延迟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要管我做到像国际版这样子 真的是头上整天都不能使用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更新的东西了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先来回看一下 这几年前 从2017年开始的318 赛亚人志所推出的卡 首先就是 第2017年的时候 两支都是技术的 当时的限定卡是这一张 既超三天使悟空 非常的帅气 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开始玩 所以也是找资料找回来的 然后出了另外还有另外一张就是 吉祭 明明不是限定卡 但是却比吉祭的那个属性限定卡 还要强的 这个假面赛亚人 超三不罗利 真的是上香啊 明明都是极限制 可是这张强卡太多了 OK 这两张就是2017年 都是属于赛亚人 可是2018年的时候就蛮好笑的了 Glan 2018年所推出的 在赛亚人志所推出的限定卡 竟然是这张Glan 然后官方 为了要补足318赛亚人志 也是有赛亚人登场的关系 这一支 这个机翼悟空 在当时做了他的Dokkan觉醒 因为早期好像都是先出SSL卡 然后卡过后才会有Dokkan觉醒吧 不太清楚咧 早期的环境我是不太了解 因为我也是蛮后期才开始玩的 OK 这个是2018所推出的 就是悟空跟Glan 造了2019年 就是两张Bejita 提鼠的变身达 还有就是这一张自鼠的 Super Bejita Super Bejita Super真的是Super 打完这个第二形态的赛亚 让他吃掉什么 结果就直接完蛋了 OK 然后2020年的话 又是副子党 巴达克 跟这个Lattice 其实在这边的话 这场假面赛亚人 其实算到来也算是副子党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属于巴达克 他的那个真身都是巴达克 所以就是巴达克跟儿子 所以今年来说 如果我按照轮换的关系来说 就可能是 轮到2018年的悟空 诶诶 点错了 这是什么东西 啊 随便啦 就是轮到了这个2018年的悟空 按照轮替的方式来说的话 88之后到悟空 到悟空这样子 那么明年的话 可能就是其他角色啦 不过我相信今年应该不会 那么简单吧 做轮替 所以来看一下我所猜测的 这一边是 不管是我个人猜测 或者就是网上看回来的一些预测啦 首先就是这一张未来范啊 主要会觉得是未来范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那时候 上一阵子不是有一个 Dragon Ball Games Battle Hour的直播啊 当时除了这个Dokkan Battle啊 那些这个游戏之外 还有其他的游戏嘛 它里面有两个游戏 好像是Zeno vs Kakaroto 它的压轴角色好像都是未来范 Kakaroto我可以肯定是未来范 然后另外一个Zeno vs 这个未来范好像也是有登场 在那些大型游戏上面 未来范突然间 这么样的突出出来 导致它有可能在这一次的 这个 Dragon Battle上 也是会增上来啊 因为属于都是未来片 再加上 Legion 那一边 也是推出未来片的关系 所以在想说 这一只未来范 说不定有一点点机会啦 哈哈 其实未来范还有另外两张线卡 提鼠的这个超赛未来范 还有支鼠的黑法未来范 可以变成超赛形态 然后那两张我都没有抽到耶 哈哈 唯一的两只未来范 结果 唯二啊唯二 可是两只我都没有 真的是有点赞面 我还蛮喜欢的那两张 这个首先就是这一张啦 然后第二个嘛 我会蛮期待这个 诶 第一部剧场版里面的那个布罗利 黑法布罗利 然后做变身 变身 有变身 主动剧变身系统 或者就是 他们时间到做变身这样都OK 因为目前为止 这一段时间啊 从去年的 诶 超市狗鸡大之后 就开始节节的推出了很多 巨场版英雄啊 最巨场版BOSS的那个 限定卡啦 你看 诶 那个叫什么啊 博杰克 博杰克之后就接 朝俄乌范 朝俄乌范之后又接 加年爸跟 跟那个 排骨饭 全部都是 巨场版的角色 然后跳过六周年不说 这一轮上一个 就是现在的卡池 霧天跟太阳克斯也是 巨场版的角色 所以这个3亿爸 如果会推出巨场版的角色 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啦 首先就是 这一支布罗利我觉得 还蛮不错的 也应该 而且距离上一支的布罗利 也是相当久了 那是技术的 2019年推出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的布罗利角色 毕竟是一个相当有人气的啦 所以我觉得再多出它一张 黑发型态 然后变身超赛 传说中的赛亚人 这样子也是不错啦 可以考虑一下官方 然后再接着一个是 按照去年的 Biru-sama 跟318的巴达克 他们来做比较的 就是这样 318的 就是 周年之后 所推出的那一张 Biru-sama 是 憤怒爆发类别嘛 然后他下一张所推出的 巴达克也有 憤怒爆发类别 所以以这个方面来想的话 现在的 乌天特朗克是 有那个 天才战士的新类别 然后 后星版的 超布罗利 也是有天才战士这个类别 再加上 它也是机场版 所以想说 这一支 也是很久没出到卡了 也是很有可能 太多的也是了 毕竟这些都是做猜测嘛 我是觉得还不错 然后再来就是 完全没有限定卡的红神 这是我个人自己的猜想啊 可以出那个 剧场版 第一次变红神形态的 悟空 虽然说已经有它的L-O了 不过那张L-O 那张红神L-O L-O之属的 红神L-O 它是属于TV版的 而不是剧场版的 所以出一张 剧场版的 都是ok 而且红神到现在 一张的限定卡都没有 所以我是蛮期待 这一张会出的 而且在配合318 赛亚人制 也是剧场版的关系 应该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蛮符合的 而且都是赛亚人 再加上 它从来没有一张的限定卡 而且我蛮期待这个L-O了 因为那剧场版 当时看的时候 还蛮惊艳的 那两条龙 比如沙马跟悟空打到乱 而且它也是可以 打打打打打到一半 退化回来 变成那个超赛形态 就像之前的那一张 自属的这一个 它是通过Dokkan的情况 变回超赛版本 就是这一张 它的这个红神卡妮 我也是觉得还不错的 还不错的感觉 像这样子 从红神阶段 打到变超赛阶段 好像也是不错的一个 演出方式啊 OK 目前就是这四张 我个人会比较想到的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都是出单人卡嘛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100亿战士的这个 悟空跟Begita 因为已经解决掉同名的关系 所以出一张双人超赛 超赛的悟空跟超赛Begita 也就不怕跟 其他的双人卡撞名了 这一张的话 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100亿战士 跟那个Metaluku 金属库拉打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是Begita 刚刚出来把马 两个人合力才干掉一只金属库拉 结果当打完 就一群的那个库拉跑出来 直接绝望啊 这个故事的篇章 我个人也是觉得还蛮不错 因为一直在讲说 做轮替轮替嘛 如果不轮替的话 直接把两只Begita 跟悟空一起塞进来 好像也是蛮有意思的 这两张 不过不要出这个暴鱼版本 还有那个蓝色衣服在身上的 我会觉得会比较好 然后Begita也是差不多 不过那边的话 只是可惜的一点就是 可能必杀动画可以抄的地方不多啊 因为那部剧场版 他们两个悟空跟Begita 一起做联合攻击的东西 所以会蛮少 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 两个人一起爆气 然后向前冲过去 打爆了那个MEDALUKURA 然后回首一个气功盘 这样炸掉它这样子 最近都在回顾这些机场版 感觉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当年的技术 可是那个软度真的是不一样啊 整个配合它的BGM 很爽一下 目前我就是这五张啦 算起来就是五张卡的猜测 不过我个人是最希望的 当然就是布罗利啦 黑法布罗利 然后变成传说中的塞亚人 真的是气势非常的有 而且它很久没有出卡啦 这是主要的 然后顺便就可以 如果出那一张的话 顺便把这一张给极限制一下 哇那就完美啦 这张升上去 哇那个真的是爽 目前的猜测也就是这样子啦 而且 游戏内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无聊啊 所以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视频 OK 那么大家又怎么认为呢 又有什么想法 可以一起来猜猜看 蛮期待的 这一轮的318塞亚人质 因为刚刚好接着六周年的大活动过后 六周年又让人这么high 上一把应该不会把那个温度给降下来吧 那么好的 害起来的那个日子 OK 让我们一起期待3月16号 的Doc Canal吧 好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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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